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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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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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慘了 可能我就繼承了這些基因 就是晚上看睡的基因 但是這個也可以這樣駁發的 其實最原始 譬如說我們還是這個猿人的時候 我們晚上出來很危險的 因為我們的視力是比所有動物都差的 我們的臭骨是比所有動物都差的 所以我們要靠有光的地方 當然可能在我們懂得用火之後可以改善 但是我們講一百萬年之前 我相信晚上睡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是 是 是 但是當人有一定的社會分工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 如果大家一起睡覺 都可以發生很多事件 大家一起睡覺 你有些野獸就進來 沒有人去打耕 沒有人去敲鑼敲鼓 來找醒大家去起來 都是很大的事情 就是你晚上看著火 晚上看著那些猛獸 晚上看著有人來偷東西 有人來襲擊 其實你會發覺當你有了一個部落社會的時候 你很快就有這樣的分工 甚至乎我認為就算最初最初 人未真的變成真真正正的現代智人之前 說的是原始人的時代 基本上已經有這樣的功能分工了 很簡單就是 你就算一群狼 是不是? 一群野獸動物 它都有它們的分工在背後的 好 如果是這樣 我們如果有夜睡 或者這種壞習慣的時候 其實是不需要改善 也沒有改善 應該這麼說 我們現在如果用科學的研究來講 我們只不過是了解它 我們知道這件事是有一個合理的基因的根據在那裡 就是 沒錯 你可以強行要陳志雲work and beat到他早睡早起 但是你發覺很容易他又變回做雅座客氣了 就是他睡得最軟的時間 始終就是那個時候了 就是這樣 這件事真的自問都影響到自己的穩食能力了 但是純粹從科學研究上 他就沒有給到一些什麼 撫慰大家心靈的辦法 他只不過是給大家一個研究的方法 還有就是說這件事 其實本身有它的基因的根據在背後 再加上我們對於一個基因演化的認識 我們其實知道這種基因演化 對於整個人的整體社群的生存 其實有它的用處在那裡 是不是社會人類特意自己去演化這些東西呢 可能最初是無異的 但是最後發覺就是有用的 跟著被傳流的 我為什麼這麼早就認為我這些基因而來呢 因為我發覺小弟的爺爺都很早就去休 然後小弟的爸爸都很難罰 都很爺爺罰 我覺得我這件事就像我老爸的 那肯定是這個基因決定的 我們這個叫做基因決定論 那現在大家如果對於這個問題就不要 每次都賦予這個道德的一個標籤下去了 不是早睡早起是好人 也不是夜睡 硬起的人是壞人 你說我是壞人 不需要說因為我是眼誰眼起的 不是 最主要是懶人 就是這個夜睡 跟著起床這些是懶人 我們覺得很輕鬆的 但是其實某些的國文化 其實對這件事頗嚴厲的 我德國老師以前都說了一件事 就是剛才我們提出一件事 就是說一個人 他夜睡 跟著起床是一個道德上的問題 就是我德文的老師曾經跟我這樣講過的 就是他不是他說是 他認定這個 他說德國有這樣的看法 這個我們就留給其他人去判斷 另外一個我想都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新聞 就是中國是不是最近發現了一個人緣的頭鞋骨? 我這樣講 這個人緣的頭鞋骨不是最近發現的 但是剛才我們講了原始人這些東西 其實應該這樣講 我們終於在過去這個星期 看到一個新的公佈 就是有第一塊在中國發現的 屬於古代人的 應該是原始人的頭鞋骨 我們能夠將它做一些初步的基因分析 現在我們知道 在其他地方 尼安德塔人也好 或者丹尼索瓦人也好 我們是有能力從那個圍骨上找到一個 甚至是一個完整的基因序列 不僅是粒子DNA 而是整個核酸的DNA 我們有一個比較全盤的認識 於是我們知道 現代智人 尼安德塔人 和丹尼索瓦人在那個基因層面一個量化的分別在哪裡 但是其實你說這個世界上還找到很多這些古代 應該是屬於古代直立人的這些頭骨的樣本 你說是不是那些爪蛙人的這樣的骨等等 諸如此類的 這次應該是說在雲南那裡發現的一個頭骨 這樣就很古墓地 除了我們有能力用一個碳的定年方法 來知道多少年之前之外 應該都在這裡說上萬年的 這個是 我們竟然是找到一種 也是現代已經絕了一種的古代直立人類的頭鎖骨 而我們在裡面找到 它依序的報道 是有11%的遺傳資訊 是可以回復回來的 而只是憑著這11%的遺傳資訊 我們基本上確定它不是我們 現在我們的這個人種 即它不是現代智人 不是尼安德塔人 不是丹尼索瓦人 但是我們已經有能力知道這個是一個女性的頭鎖骨 如果用舊的方法 你大約只能夠用頭鎖骨的形狀 來知道是哪一類的人 但是現在我們可以在裡面 都可以抽取到一點點的基因樣本來知道 起碼是男還是女 還有一些部分的特性 起碼知道它跟我們其他知識的人不同 純粹就是知道它是一種直立人 其實很有趣 我們是有一個比較確實的基因上的 實際就是知道中國的南部去到雲南的地方 是曾經存在過這些人種 但是我們現在可不可以確認到 譬如說有了一些人種對我們 跟我們現在現代的人有什麼關係呢? 會不會說這些人其實已經死光了? 只不過就是我們現在找到他們過來 照計就沒有什麼關係了 因為我們今天跟他們完全不像的 我們現在這些只不過就是由那個 根據現在我們最考證到的一個理論就是 那些祖先全部都在非洲 一直就沿著中東的地方蔓延過來 然後我們蔓延過來的時候 就將其他的人種消滅了也好 可能根本上不需要接觸 他們已經自然消滅了 又或者可能經過接觸之後 跟著就消滅了 如果對於現代戰爭和李嘉德泰文 甚至乎有競爭、有紮交 跟著就消滅了 他們消滅了是因為戰爭的原因 還是疾病的原因呢? 這裏我們都說不出來 其實我第一件事想起 如果北京人的那些骨族在那裡 就很值得拿去看看 究竟能否做到一些基因層面的分析 其實如果能夠做到我想就非常之寶貴 去不去知道那些究竟就是說 我們在雲南找到的樣本 在舟口店找到的樣本 跟我們現代戰爭相差多遠呢? 就是我們很想知道對於 不僅是說在中國 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 那些已經絕種的這些直立的原始人 他們的那種基因的構成是怎樣呢? 有了基因構成的話 我們可以憑著我們將來 這些又可能有依賴人工智能深度的學習 去慢慢幫我們去重組那個人 本身應有的一些可能外表的特質 甚至乎身體軟組織上的特質 可不可以就將這些資訊 去更加清晰地去呈現出來 即是現在我們那個能力去研究 尼安德塔人和這個現代智能的分別 都還是很有限制 但是隨著我們去更加能夠透過基因資訊 去預測出來是有些什麼 那個能力越來越高的話 我想我們可能慢慢就會看到了 對於尼安德塔人和現代智能的分別 我們可以看到分別越來越大 那麼現在我們已知的分別是什麼 就是他們頭的大小 和我們血液工去腦部的多少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分別 就是那個諾貝爾得獎者 帕布爾也有提到的 就是那個免疫力的分別 有人就會說我們身體上 為什麼有些人現在對於那種 肺炎病毒那種抵抗力特別差呢 又會賴下去 只有DNA殘餘那裡的 這樣 那就是我很期待著就是 那個基因分析結合了我們的數據分析 能夠令到我們對於一些已經消失了的 的古人類就更加豐富我們的認識 那麼這次我會覺得就是 中國找到的古人類的樣本 能夠找到那個部分的遺傳物質來去做分析呢 那我覺得是一個里程碑來的 那麼我們很希望就這件事 將整個這個 包括在中國大地裏面那種古人類的考古 能夠將它用一個整個基因技術 來將它熱帶化推進來獲得更加多的資訊 那麼很期待這件事發生 那麼剛才提到的北京那個 北京人的頭骨那件事呢 要提一提 因為那個在酒店那裡發掘出來 其實就是國寶來的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適席就是日本侵華 應該就交給美國美軍就去運走的 但是途中就是一個戰艦那裡被炸沉了 所以就從此失蹤 是失蹤的 我們現在不敢說 但是有很多版本的可能被日本人拿了 或者怎麼樣 但是anyway這個就不要緊了 我們透過這件事 我們就起碼知道 在這個不同的地方 其實都有些古人類在這裡 那再想問你就是 其實現在我們只能夠 就是好小小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掌握到那個基因的了 就是譬如一條頭髮 或者甚至一個指甲 我們都可以找到 就是可以還原回那個基因 但是你要知道這些東西 本身尤其是軟組織這些東西 都擺那個壽命有限 最後能夠留下來的 很多時候就是一些骨 骨質的東西 或者藏在骨裏面的東西 那就是好看那個樣本本身保存得好不好 那中間經歷過什麼去處理衝刹 就是你想撿一條原始人的頭髮 基本上沒有可能化了 基本上這些已經 但是很多時候 希望就留在那個骨裏面 那如果那個地方保存了很多 我們都會找到的 那科學生之四節我們完成了 跟著我們回來就是這個科學回憶錄 好嗎? 還有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